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這次韓版更新的部分前面已經講了新的活動還有符石還有煉金的這個系統 那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全新的瘟樣 好那我們現在看一下畫面了原本 我們還有很多人都猜喔因為這個文樣啊以前他是用四攝石的這個名稱來命名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文樣的圖示他原本只有1234 他原本只有四個所以大家原本都在猜喔這邊可以看得更清楚 這裡四個屬性喔原本我們是這樣猜結果官方現在推出了第五個文樣 哇這個第五個文樣真的是有以他能力來說的話呢 我覺得非常的變態 也不是說非常的變態就是 以前原本有一些比較難取得的這個特性 譬如說減傷 然後你可以直接拿到更多的這個MP HP 甚至是說還有所謂的 共同減傷 那這個共同減傷好像是 一個比較新的這個名詞啦 然後甚至是 歐西里斯 相關裝備才可以拿到的這個 死亡 死神的這個效果就是讓 讓別人死掉的時候可以多掉一些趴 或者是 多掉一些裝備的這個這個能力喔 在這一個 格蘭肯的文樣裡面 都可以去得到 好那 我們來簡單來分析喔 他每一 這個格蘭肯文樣啊 他每一階 他每一次提升 都會加 HP跟 應該說每三階啦 他就會加比較多的這個 HP跟MP 那每一階也都會提升 譬如說我現在是 第一階嘛 我 太這個運氣太差了喔 點第一階的時候就變 HP最大值 加8 然後MP加3 那下一階就是 16 24 然後第3階的時候 注意一下喔 應該 應該是說這裡喔 第3階就是他的第1個大點 這邊多了一個什麼呢 這邊多了一個 減傷 加1% 減傷加1% 要注意喔 這個是% 不是 數字1234 如果你現在是 10的話 10的1% 這樣算上去 是多少 這個大家可以去算一下 這個是算%數的 還算是一個 蠻 蠻實用的東西 然後再來 一路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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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 第二個 第二個點的時候 這邊的時候 他就會加2% 然後以此類推 加加加加 最多 到30階的時候 減傷是加10% 雖然說如果以你的減傷 去換算的話 這個%數可能差一點點喔 但是對於減傷越高的人來說 當然是越加越多啊 然後再來 比較特別的是從12階喔 12階123 4 第12階的時候 這個地方開始 他加了一個所謂的 共同減傷 好那這個共同減傷 呃 怎麼講他這個應該就是說 譬如說對方 別人啊 他有一個是 原本的減傷 他如果有一些武器啊 他會 增加PVP的這個傷害 好那 這個的話 他就會 可能就會去抵消 這個 呃傷害 那這兩個 減傷是不是 同時可以 發揮效果 我覺得是可以同時存在的 減傷然後跟這個所有的減傷 他是共 這兩個應該是共用在一起的 那所以這個文樣 啊 他在減傷的部分跟HP增加 MP增加的部分 可以提供很多不錯的效果 而且 這個的話你看 只在這邊 第16點 這邊第16 3 4 更正 12點 在第12 12階的時候就已經可以有這個 4%1%的這個減傷效果 然後再來一直到第30階的時候 他總共可以開啟 3個 絕對屬性 那首先第1個 第1個絕對屬性 他是 克到黑暗騎士 因為黑暗騎士在衝暈的時候他不是會扣人家的減傷嗎 那這一個的話 他就是 呃 被暈眩的時候 你攻擊的傷害 減免 會加5 就是你被暈的時候減傷加5的意思就對了 那這個黑暗騎士當然是克到 然後再來第2個 第2個是克到妖精的三重石 三重石 當你有學到這招的時候 你受到三重石攻擊的時候 減傷加5 他每一下攻擊的減傷都加5 所以你的三重石會變得 非常的沒有力 如果說 你有這個的話 打到妖精 跟妖精對打 那他的三重石 會被你克到 那個傷害會減 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第3招 這個是克到黑妖 黑妖有那個 破壞盔甲的技能嘛 那你學到這一招之後 破壞盔甲的減傷 加18% 破壞盔甲的減傷18% 就是讓破壞盔甲的這個效果 更低更低更低 所以 這三招其實是直接對於職業 克了三種職業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暗黑騎士 第二個是妖精 第三個是黑妖 不知道為什麼特地選這三種 但是實在是 有點可怕 然後再來我們剛少講了一個 從第18階開始 就是從這裡 第6個點 第5個點 第5個點 V V這邊開始 好這邊 跳過了是不是 VI啦 18啦 從這裡開始 這邊多了一個 死神 死亡的這個 點數 加1 從這邊開始 加1 往後就是 每一階 每一階都 每三個 每三個點 這邊 從這裡開始 加1嘛 加2 加3 加4 加5 最高就是到這邊加5 這個就是死神效果 就是可以讓 你把敵人打死的時候 他的經驗會掉得更多 那會需要花更多的賺 去買他的趴 然後甚至說 如果你 他如果噴裝備的話 這個 能力會讓他噴更多的這個裝備 當然是機率的 但是會讓他噴更多的裝備 那 以上呢 就是這個 格蘭肯這個文樣的介紹 不過 呃 如果說要比較這4個文樣的話 應該說總共是5個啦 伊娃文樣必須 然後 攻擊文樣必須 防禦文樣必須 撒哈文樣 就 可 看狀況 撒哈員文樣看狀況 然後格蘭肯我覺得 對於有打架的人來說 尤其是課長來說 這個我覺得 必須滿啦 如果以 常打架的人來說 這個必須點滿 因為他 他帶出來的這個效果實在是 太好了 太好了 你原本 要花多少 你可以換算一下那個價值 死刑 至少這個 死刑加4 死神加4 死亡 加4 跟這個 減傷 你換算一下這邊總共9% 如果你再加個7% 這樣16% 16%你把你的減傷沉進去喔 然後再換算這個死神 看一下這個價值 然後到時候再對照一下文樣點數的消耗 這個的話我覺得會是非常 非常值得投資的 對於課長來說 好以上就是這個格蘭肯 第五個 這個 課金文樣 的介紹 那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韓版的最新消息 歡迎大家手速訂閱大補帖的YouTube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拜拜 拜拜